山东的朋友自己改装的,然后改完之后发现有问题,所以说寄过来这边维修。 电源里面220V线没有接,直流输出线也没有接,这个不能直接试机啊,风扇罩没有找到,咱们拆开看看。 全桥整流,全桥整流就是四个管子,优点就是不用拆备压器,但是缺点就是重载情况下它这个效率低,四个管子嘛,肯定要比两个管子发热量大。 下一步咱们通电,它说检测的时候说管子有问题,说其中一个是坏掉的,咱们通电试一下。 VT3或VT2有短路。 我们先把VT3拆掉看看啊,VT3的组织更小一些。 看,坏了。 现在下一步检测又不过了,刚才是VT3换了,正常了,但是这个现在变压器这块又出问题了,VT26或者是VT34过流。 T1绕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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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 再一个你看我这电烙铁放上去都画不动它 所以说这个焊锡很重要 加点这个好的焊锡 让它融化更快一点 像这种焊锡或者拆边压器的话 确实我也拆不掉 不用说它拆不掉 好 你看这个下边的焊锡 仔细看的话 它改全桥整流也改错了 全桥整流的话 是把这两个中心出头呢 把它拔出来 还是焊在一块的 只是和电路板分离就行了 它是拔出来之后呢 把这个单独都隔离了 你看套上热锁管了 并且呢 把变压器上中间这两个绕组 从脚上焊掉之后呢 又焊到中间这个孔里了 这个是严重错误的 这个焊锡看来确实是不行 你看这个脚明显就没焊饱满 由于焊锡的原因 它这个边压器 我拆估计也费劲 这两个管子先拆掉 拔一下吧 平时我都是不拔 让它自己脱落 这个要拔一下 上点焊锡后 然后用锡锡去试了一下 门都没有 我一直是不动 所以说要用大量的焊锡 把它这个焊锡要置换下来 关键它这个焊锡 它焊的很多 都焊透了 置换都费劲 我看了一下时间 取它这个边压器 我大概用了十多分钟 太费劲了 这是我有史以来 拆边压器最难的一次 终于拆掉了 我把这个边压器这个引脚 你看这都整好了 它这个改法呢 是全波整流 这个边压器的改法是全波整流 但是它后边的接法呢 又变成圈锹整流了 所以就会出现刚才那种情况 检测不通过 下一步这个电杆上要打点焦 它这个电容上也给它打点焦 它用的是热熔焦 字幕志愿者 李卓卢 这事都清洗过了啊 只能插这样啊 清洗了三遍还是这样 没办法了 看用了多少焊锡来置换啊 地下 看来没这么多 下一步呢 刚才不是换了一个管子吗 为了保持着管子的一致性 把另外三个不坏的也换掉 换同一型号 下一步把他的尾板拆了 还得重新弄一下 搞这个尾板有点费事啊 特别是他焊广 我再搞的话更费事 整网就是这样的啊 这个正副极是两头一样的线笔子 然后用的是十号的硅胶线啊 下一步还有个坚决的任务 就是他这个风扇 其实他这个风扇可换可不换 这个轴承 我跟他沟通了一下 他说还是换了吧 所以说下一步把这个四个轴承要换掉 现在是代载测试一下 完全正常 这一步是有机会的 那是一步的载测试 这一步是一步的载测试 它是一步的载测试 那是一步的载测试 可以说一步的载测试